教会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不是吗? 比如说天主教的话 把他们历代教宗的传统 或者教会的传统 摆得说是跟圣经同等的地位 你把这个任何一个权柄 摆得跟圣经同等的地位的话 结果会是怎么样子? 他不会保持同等的地位 比如说是教皇 教皇教导无误的权柄 那么解释这个圣经的话 圣经谁是解释圣经的权柄 信徒不可以去解释圣经的 要经过这个教会的这个系统 教会的教宗的这个系统去解释 那这样的话 真正的权柄在哪里呢? 解释圣经的权柄是教宗 教会系统 那么然后再定下其他的一些圣经里面 没有的这种规定 这种教义的话 也是在他 也是在这个教宗 不是在圣经的时候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真正的权柄是在哪里呢? 换句话说圣经的权柄就被吞掉了 所以教会就会有很多的问题 那么所谓的摩门教 他们也说是 他们也读圣经的 可是他的摩门经在那个地方 是他们的中心 他们教会管理系统是他们的中心 所以他们称为是基督教的一部分的时候 其实呢他们是权柄的 不是在圣经的 是在教会的这个 是在摩门经 是在教会的一个系统里面的 那么同样的 你再看那个耶和华见证人 他们说他们也读圣经的 他们还印圣经 可是他们改变圣经了 他们为什么去改变圣经呢? 因为他们的教导 他的一本小黑书 他们的little black book 你进到那个耶和华见证人的时候 他很少给你查经的 他就给你去读那个小黑书了 然后他的管制的系统 你任何一个时候 你把另外一样东西 放在跟圣经同等地位的时候 结果呢 就是圣经的权柄被吞吃 那个东西的权柄压在圣经的权柄之上 所以呢教会里面呢 不可以有任何一样东西呢 是跟圣经的权柄 平等的 牧师不可以 长老同工不可以 在教会里面真正的权柄 最终的权柄是圣经 可惜今天看的太多的教会 都变成一个人质的教会 尤其是华人的教会当中 那华人比较习惯被统治的 这个你从中国国内是这个样子情况 在新加坡有李光耀 中国人被这个人质的这个系统习惯了 当在教会里面呢 很多人呢 有野心的人呢 就在教会里面控制教会 不可以 教会里面绝对的权柄了 不可以是哪一个 任何一个人 或者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书 只有圣经呢 必须是教会里面绝对的权柄 那么这个我们在下面再看看 比较快一点看 我让大家比较熟悉一下 那么就是这个基督对圣经的态度 比如说基督他自己所说的话 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六节 他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 乃是那差我来者的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八第二十九节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 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 因为他教训他们 只像有权柄的人 不像他们的文士 就是有权柄的这个教导 那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 看啊基督在这里 否则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 你们不可相信 换句话说 这是耶稣基督呢 吩咐他们的 耶稣基督自己讲话 他就说是 神的话语不是他自己的话语 他解释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他能够把上帝的话语带出来 有权柄的 让人能够看见 真正了解上帝的话语 所以这些 我们看他自己对圣经的态度 然后他经常使用圣经 在福音书的记载里面 耶稣用 耶稣直接 他在耶稣直接 他讲话里面 他有一百八十次的 使用这个旧约的经文 而且呢 他也使用旧约这个 不光是这个律法书呢 旧约的一些这个 关于历史性的记载 他也用一些历史 记载的一些例子 换句话说 耶稣基督使用 旧约的方式的话 他就是显然在那地方 坚决的认定 这是上帝的话语 他的教导 他在他的讲道 这些方面的话 他很重视上帝的话语 那么那些 耶稣基督使用 他也直接讲了 摩西是律法书的作者 这个律法书是 神给摩西 借着摩西所写的 这个 而且他讲的以赛亚的记载 他使用以赛亚书的 他说以赛亚书这样子 那么 所以这个 他也肯定 以赛亚是以赛亚书的作者 我讲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自由派 还记话说 在十八四九世纪那个时代 圣经受批判的时候 很多人就批判了 这个律法书不是 不是摩西写的 摩西跟那个没有关系 可是耶稣自己使用这个律法书说 他这是摩西写的 耶稣自己三位一体的第二位 上帝的儿子说这个是 摩西是作者 以赛亚是以赛亚书的作者 而且他也承认了 那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些神迹 那个神借着摩西 在那个旷野里面行的神迹等等 耶稣基督肯定 那些是历史中的事实 所以从耶稣基督自己 这个的使用圣经 我们就看见耶稣拒绝 所谓这个现代批判圣经人的观点 然后除这个之外的话 耶稣还把自己 他自己降服在圣经的权柄之下 那句话说是 从一个角度来讲 从神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说耶稣基督呢 他的道成肉身 他的降碑里面 他本来是定律法的 他在律法之上的 他是立律法的 可是他现在成了人 人行 他来救我们的时候 他承受了这个人生的话 他就在律法之下了 他把自己 承认自己在律法的全命之下 那么比如说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 第21第24节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7节 所以耶稣说 不要以为来 我是废掉律法 我来不是废掉律法 我是来成全律法 换句话 他是来成全律法 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他是要把律法里面的事情做出来 他就在律法之下 那么这个 马太福音第15章第六节 路加福音第18章 31到33节 那么这些地方 我们都看见了 这个耶稣基督 对这个律法的这个重要性 换句话说 他跟律法的地位 他都是看见 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自己 他都服在这个圣经的这个权柄之下 最后我们都看了 耶稣基督的 他的态度的话 最后一个方面 除了他自己说的话 他对圣经的接受 他这个降服在圣经的权柄之下 然后他使用圣经 他在教导的时候 耶稣基督教导 他的根据 就为圣经的这个经文 然后他跟人辩论的时候的话 他这个 跟那些 文士 法利赛人 跟他们做辩论的时候的话 他们挑战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是用圣经的话语 甚至于呢 当那个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 他也用圣经的话语 OK 所以我们看耶稣基督 这个 他对圣经的态度 那么这个 结束这一堂课的话 我们讲了思考问题 基督的态度 他的态度为我们设立了什么样子的榜样 耶稣跟这个圣经的这个态度 对我们设什么样子的榜样 有的时候我观察 今天教会里面 当一些 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跟一些 对信仰有兴趣的人 或者说是跟一些反对信仰的人 在做辩论的时候 这个 常常我们跟别人讨论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会用一些 人文主义里面的思想 这个 心理学辅导的立场 一些这个 一般文化里面的这种逻辑 来讨论事情 耶稣基督呢 他讨论事情的时候 他是经上记者说 经上记者说 换句话说 我们跟别人讨论的时候 问题的时候 我们最终的这个态度 我们最终的根据 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需要 好好学习的 换句话说 我们对圣经 需要像耶稣基督对圣经 那样子的 熟悉的那样子的地步 我们对神的话 亲近神的话 让神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 带领我们 在生命里面造就我们 像耶稣基督跟圣经的关系那样子 那样子的话 换句话说 圣经绝对的全病 应该是带领我们生命的 我们假如生命不是常常 或在圣经的这个绝对全病之下的话 我们也就不会有那样子的有效的 像耶稣基督那样子能力的 去教导 去辩护 OK 好 我们这一课到这里结束